为何杜兰特近期养伤MVP榜单还上层以为 对此你怎么看分析一下呀 杜兰特养伤MVP榜单还上层以为呀 这是媒体的格外请赖 再者一点呢 MVP榜啊 这个东西挺扯就在于哪呢 因为它涉及到巨大的商业利益 一旦说涉及到商业利益的话 考虑到MBA本身就是商业联赛 那没有办法呀 场外因素难免严重介入啊 你比如说这个约席 为什么能蝉联呢 你看他千元是哪个运动品牌 MVP第一金主到底是谁呢 你再看看MVP为什么不受待见 相对来说比较吃亏呢 这不一不了啥了吗 再者一点你说顶级大明星 他们鞋比较好卖的 目前扎姆斯呢 你不能说接近退役吧 但起码他这个年纪呢 已经挖掘不了太多东西了 扎姆斯身处乎人呢 目前整体这个战力啊 在西部的竞争环境当中 也是处于脸色 看起来 你不光是今年没什么太明确的变头 未来一到两年呢 可能说前景也是比较堪忧 那你还主打卖谁呢 志姆哥不卖鞋呀 志姆哥是个内线 四五号位呀 他商业价值这块是比较有限的 那你主打谁呢 那不就是那谁了吗 卡恩多兰特嘛 因此为什么说他躺进去呢 包括之前那会儿 没有任何作为 到了南网之后 屡仗屡外 季游赛最多打过第二轮 历史地位重新排位 甚至也是节节攀升 这都是诡异现象 为什么呢 四出反常必有要 当他没有打出任何新成绩情况之下 居然说呢 躺着就往前走 说明背后有点退嘛 说明背后是有推手的 那就有说有推手呗 很简单 很容易理解 应该是有推手 就这个事 这就是篮球嘛 他不是纯粹的竞技 商业篮球 而且事实证明 那南网队没有杜兰特 人家也能赢很多比赛啊 凯若文领天带队 目前不也是 甚至面对很多 比较强大的对手 不影响他赢啊 之前还拿下竞争勇士呢 是不是这样啊 一直以来杜兰特的苦主 你看欧文带队 是不是拿下了 所以欧文也不是一无是处啊 克拉克的队 现在俨然已经是内线 防守端 数一数二的存在了 不是阿玛阿狗 所以你说 篮网队没有了 多兰特了 但结果战绩呢 依旧畏居 动不前世 也没当我英雄啊 可能说没有 之前赢得多 那么废话嘛 你是顶心的 那怎么能 你这个MVP榜单 不降反升呢 这就太诡异了 说明是有推手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